我們先從大姐開始 我們會問她說 就是當時地震的狀況 然後再一下回想說 是在這邊住多久 然後就是有什麼回憶等等之類的 然後我們這邊來輪到肖大學 就講說好 那這邊有多少財產啊 然後 我來問財產啊 然後 我來問財產啊 對 蓋月就可以了 對啊 蓋月就可以了 好 開始 開始 好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持續的在花蓮 先往新大堂前面 為您關注最新的狀況 由於呢 這個整個先往新大堂的 傾斜的角度 是越來越傾斜了 整個大堂有這個傾倒的危險 那麼 它裡面的住戶 全部都移到了 中華國小等地來進行暗示 那我們也請到了 就是在這邊的受災戶 還要臭虧的現場 那我們來看說 當時究竟 在這個地震發生的當下 是有多麼的驚嚇 那我們來請問這個 大姐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 您是在天王新大堂 是住在哪一個位置 就在那個地震 這個 剛好那個 有欄干那個地方 白色 那 那地震的當下 您有在這個屋子裡面嗎 我沒有在屋子裡面 我去上班 我到工地上班 我到工地上班 我到工地沒事做 我本來是想回來 回來 然後我朋友說 他說要舉著回去辦事 對 我就坐他的車子 在半路上 就開始地震了 地震了 一直在他開到那邊 開到那邊那個轉位那邊 然後就看到我的房子倒了 有飛沉啊 很多飛沉啊 很多飛沉 所以沒什麼人啊 對 如果我在罵 快幾分鐘的話 我可能會在裡面 對 所以你又把來的時候 就看到整個地方 已經騎擋下來了 對 那當下的心情 是不是覺得很難過 我很難過 我的東西都在裡面 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這樣的那個 所有的東西都在裡面 當天我沒有帶任何東西 更接住了 對 身上 沒有 沒有錢 那今天又回來這邊 會不會有一種 我早上有回來 早上有回來 對 我看看 很難過 我回來看 然後我去找我 我剛剛 他剛剛叫我去後面 對 我停很久 停很久 對 停很久 一直看我的房子 對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 調出 大概數量的什麼東西 他們靠近一點點 就是我們 大概選私的 還有一個 就是 一個財產 好 怎麼說 他就 私人財物都在裡面 對 裡面的設施 都是我幫他準備好的 對 但是 下班 我們 我們問一下 就是說 你在這段平常聽到 是不是有不只 一個 不只一個 物件 我有一件 我太太 也有一件 都是用我們的退休金買的 所以當時 花了多少錢 然後想要在這 花了多少退休金 大概 我兩三百萬 把我老婆的儲蓄 一百多萬 我們大概都丟進去了吧 這邊大概是放了 有四百多萬 喔 那所以四百多萬 是有兩間都是 租給別人使用的 一間租一間平常自用 有時候有朋友急需要幫忙的 會先讓他借住一下 因為這邊的風景很優美 然後地形很 就是他這邊很便利啦 那是不是其實你租 當時你租給這個大姐 然後你也是給他一個很優惠的家 對啊 我就讓他申請租補助 用租補助的錢來給我嘛 而且他的房租 也是以後 這間房子 我有跟他答應過 以後房子是他的 就是他房租就先繳 以後房子會便宜給他 我們都已經講好協議了 所以這房子等於也是他的了 是 不客氣 但只是沒想到就是說 發生了這一個天災 對 我們上個月還在談說 什麼時候要辦過負 沒想到 好在沒有害到他 天啊 對 對啊 因為這件事我用 用心血下去整理的 真的很漂亮 嗯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那當時你花了很多的心血去裝潢 那有沒有照片可以給大家來看看 有啊 有 有在傳給你 現在啊 現在啊 可以啊 因為你想說 就是說 天王用心大家 就是現在目前的這個狀況 大家都覺得說 他現在就是馬路創意 是斷圓產品 但其實他成績很美麗 照片是這樣看嗎 這樣看得到嗎 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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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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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聽說這是蕭大哥有請設計師特地來的 有我有請設計師 他是用那種陽光 陽光樹林的感覺去設計的 谢谢 好 所以就是说 其实在过往这段时间 你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然后来准备这样子 我打算就是再过几年退休 就来这边住 那现在就是整个计划都被打坏了 有没有希望就是说 可以把天王新大厦也重建起来 当然希望啊 希望那个政府能够妥善运用 就是各界上款 或者是我们有能够自赔款 自愁一些 然后做一个重建 这最好的方式啊 对 那稍早的时候 先比如开一个简单的说明会 他有说明到一些什么 他目前有给灾民一些补助的措施 跟那个辨民的行动 像穗精减免啊 身份证健保卡 在屋子内的怎么办理 那后续的重建事情 可能还要再跟广委会 跟住户沟通才能会有答案 那接下来有没有想说要怎么协助我们的房客 其实接受接下来 有 我有帮他申请一些补助 而且我房客很可爱 他把补助金分一半要给我 我说不用了 让他先把生活搭理好 然后我第一时间我也送现金到现场给他们 怕他们身上没钱 然后后续我会协助他们有住宿的需要 我都一直有把资料给他们 嗯 是 那谢谢你们哦 谢谢 可以给我们看到在这个灾心里面还是有很多温情的地方 谢谢啦 互相互相 嗯 好 谢谢 谢谢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就是刚刚有受访了这个天王星的这个原本的住户以及屋主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整个受灾之后 当然他们回到现场还是觉得非常的难过以及悲伤 不过他们还是很希望说可以赶快把这个大楼重建起来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故事能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在整个发生整个灾后的这个状况里面呢 还是有很多温情的故事在里面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的直播 我们时间就是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最漂亮的那一间 玻璃帷幕那个清雪下绿色 绿色遮阳棚那一间 他是看向这整个广场 他是可以看整个广场的风景 不好意思 那就是我先看防客想完还是换你一下 蛤 一起来一起一起 我等一下跟 你说这不熟 真的吗 确定 好不好 然后 我们大概会跟你们问说 比如说 你现在是被安置吗 对不对 有有有 那你被安置 东西都还在里面吗 都在里面 我针尖都在里面 好 然后讲一下 你大概心情上 会不会很高级 好好 我在这个 我刚刚也说 不要用来 真的 好 不会 不会 好 那黄东等一下就帮我们讲一下 那你花一笔钱 然后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现在可能一无所有 希望政府怎么帮你这样子 好 好 那我们就从这样子拉过来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持续的带你来看到 是天皇新大楼前面的这个状况 因为在这个 昨天到新天的过程中 这个余震是发生的次数是越来越多 所以它这个地震造成的 大的余移 他会来到人家 约有6.5公分左右 我们也知道说 他的余移 一定要来到8公分的话 整个大楼就可以有 这些倾倒的危险 所以目前呢 这个现场已经 拉